法医相宴认为人员是因为多处骨折 撞击瞬间大量失血而死亡 那么随即用专机把遗体送回家乡 看到遗体家属的情绪当场崩溃 也质疑整个救援的过程有所疏失 最后一趟飞行 大鹏航空三名罹难机组人员终于回家了 尽管前一天就已经知道亲爱的家人往生 但是看到遗体的这一刻 在家乡的家属们还是忍不住大哭 不能接受哭到昏厥 人命关天到底人是在第一时间撞击身亡 还是在山上挨饿受动失温死亡 法医解剖给了这样的答案 三名机组人员都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撞击的时候可能就大量失血死亡 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多处的致命伤以及骨折 就算是撞击的那一刻人就已经救不回来 但是从失事到找到飞机残骸到发现遗体 家属质疑搜救过程一片混乱 如果横向的联系可以再快一点再好一点的话 那可能可能可以提早一天甚至一天半 甚至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搜救到 体系很乱非常的乱 让我们的家属真的无所适从 地面搜救部队漫无目的的上山巡人 问题就出在民航局的定位一改再改 事发第一天30号上午10点20分 雷达消失光点做了第一次定位 晚上10点钟做了第二次修正 到了隔天31号早上10点25分 民航局已经收到飞机上密集的发射讯号 坐标很明确 地方消防局却在晚间6点半才接获通知 当时距离失事的时间已经超过32小时 飞机失事第三天 民间航空公司空拍到失事的征照机画面 掌握确切的失事地点 而海欧直升机空情直升机 总共出动了23架次 为何一次都没拍到 飞安委员会出动四名专业人员 前往失事地点调查 将关键的电脑相关设备拆回判读 也将一一比对飞航检查记录表调查 现在就等原因出炉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